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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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惑 人生受毒則難医 彌補五臟六腑深受其害 這都是異語了解之事實 然人之心如受毒害 心智迷亂 則不但無法自知 更不知受此之禍其厲害之可怕 人往往受生活環境種種情況之度 而無法澄清加以排除 日積月雷而積患成禍 為己自身及他人 實在可悲也 然深受毒骨之害 而至設法求疑整治 以為去毒以免為害 但如心受古毒 則難以致敏而求疑 實在令人痛心不疑 顧判世人 顧判世人 能不為世間各種 蠱惑之迷現 致敏至親自在 以為正信正名之依據 盼在此免之 愛或 愛乃是人真性之表露 愛乃是親情之真性 乃是人與人和諧的原動力 愛更是祥和社會的機緣 故可知 愛之力量是有其無比的真實性 不可不知也 但由於在於人間人性之錯用 至而產生愛之禍也 亦因有愛之禍 故而產生甚多之遺憾 亦造成愛之禍也 如親情之過於溺愛、寵愛 至使受愛者不但辜負了愛的情分 更因之造成幾生不知愛惜而造罪造業 如今之甚多為人之愚者 受父母之逆寵之愛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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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 更介意無逆而為非作歹 禁而不孝 這就是愛或之禍也 然人與人之間亦得釋切其愛 不可因受愛或而盲目 不只害人更而害己 這些都是必須施加注意 否則將違背愛的真諦 愛須視其所切 不論是親情之愛或是友情之愛 都得恰到好處 不只可真正發揮愛的真諦 而外 更可將原本人之天性發展出來 同時將人之愛 親情之愛擴展開來 達於大愛 如此更可顯出愛的偉大 亦能使得整個社會更加祥和溫暖 亦能確實地發起靈真性的光輝 也因而不會有愛或的之聲 使得整個世界都能長陽於愛的和暖之中 各個受惠而品味 盼其免行之 俗雲 事態如舉 即是說明事態多變化 無法知其常 故而世人常受事態之演變而迷惘 不知何去何從 不知因如何法持自己 而至死新或成禍 無法挽回沉淪不移 就以一般事事之相來加以說明 如某些事情 亦有所暢行 尤其有利可圖 更是一窩蜂的跟進 無法把持自己 這就是最明顯的事或 更不知深入去了解 探討其中之善惡關係 如此等之事態甚多也 如古世之成長 亦是事態或之來 不良風尚之流行 亦是事或之觀 不當社會道德之言論 也是屬於事或之源 這些都是世人常所意見的 甚至於跟貨而行 吃虧上當 後悔不已也 人當秉正己心 兼正當之行而為 民正義而為 就不會為事態變遷所獲 如此不只保全己身 更能藉以糾正不良之事封 其事人能多在此注意自己受益 他人亦可同之狩獵 免之 免之 信者 人之言也 然就是因为其为人言之故 所以每个人 言其可认知之程度各有差异 亦或因听信人眼而误施 亦因而获知 后矣之证实在太多 故无法确认他人之眼是否确真 何而产生不可收拾之地步 令人痛心也 然每个人因为己身 无法对各方面均能有所正确的知识 至而每遇有事不明之时 或是心中有所疑惑之时 都得取信他人之言作为参考 在此时或对方之言确实可为参考 如对方之言不确 就因而生获而误入其途已 故生活上没细节均是如此 除非己身能有政治与判断 否则心难把持住心缘亦满 不知如何是好 令人茫然 可成就自己者 嫌寡也 人每言当求其证 求其死 不可随意乱言 伤人害己也 同时言祭出得有所依据 不可导人于企图 如此可正己得 亦当因而可助人也 不只在生活上得已如此 就是在道场上亦得如此 才会有所成就 如今甚多之人 对道之理不甚明确 胡言乱语 以为如此可以获重 其死本身已先祸乱仪 更得甚至因误导之祸 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亦当圣明之 本身多修发自方 不会受人言之祸 几身不深入去了解 这亦受人言所害也 稀世人能名词礼仪 正信自己 取信他人 其于道德之上免之 丑破 美与丑无任何尺寸之标准 俗话说 美无失权失美 丑无穷极恶肉 不可思议 美丑并无任何标准 来加以评论 其实美与丑 应以其实质来论断 方属客观与实在 如果不能以此原则 平定那将受其祸也 世人往往喜美而悟愁 所以常受其祸 是看世间之物 特别奇美者并不长久 如花如是 其他物品亦如是 有者重看不重用 互受外表掩饰之美 所迷惑 亦因而常受其害 就一般世人之心态 亦附如此 取妻总以其外表 为取舍之依据 这就是受获之利也 然取妻只求其外表 而无品德内涵 这种为其可靠吗 能长远幸福美满吗 还是应在其品德 是否娴熟为着眼 那才不至于后悔 至于外貌等 不必太在意 这才是充滞之人也 今知世人往往求其 外表包装之美丽 却不实际去探讨 里头物品之好坏 来欺骗购买者 这都是应该检讨的 这也是五人 常见之事实 与常犯之弊病 得当力求改善 再者 世人亦可见到一般之水果 其外表不美者 却特别的相挺 有些物品外表并不美观 但却非常的实用 这都是不可不幸之事实 有用无穷乙 优惑 事事多患 变化万千 何者足以为悠 何者足以为喜 为乐呢 让世人总是 捉摸不定 患祸不已 世人有时 以无才为悠 常以世俗之律为悠 有时怕子女不听话 亦幽知 有时因无恒惨 无汽车洋房 而苦恼不已 有时因无姻缘 而烦恼 有时因无厚 而苦叹 这都是因 不能看开世民 而忧惑者也 思想 就是你所想要的 都给了你 那又如何呢 然而人生真正生活的目的 以及人生真正的价值 是在于此吗 然而恐怕有者 得了一婴儿惹祸上身 或有者无福得之 而又偏忧之 奈何呢 人生其实总得要有起伏之变化 才能来得不惨多知 同时亦可因而真正享受 所谓的干苦人生 真忧者 当忧己是否善良 当忧己身是否知修 当忧己信有否含修 当忧己灵有无清修明存 当忧家人是否能与之其善 当忧己是否能以身作范 引导他人行善行修 当忧己能否贡献心力与社会的 淳朴敦厚上 诸如此等才是无获之忧也 亦即是真忧之意义也 昔世人能细施真忧之所在 并予以免行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